各位親愛的家人 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週週打開心靈的鎖石 心念的力量 每週每日 每時每刻 你用什麼心念看待自己 反觀之兆 我們首先恭請大德樞紐 為我們慈悲勉勵 表示一個敬意 掌聲熱烈 在 來 蘇牛好 三 大家請坐 感謝天人師德 感謝廟集大帝 感謝老蘇牛 更感謝我們各位家人 大家平安 大家好 蘇牛好 我們今天繼續來談這個心念的力量 心存正念 逆境才能發揮那個潛能 最近在台灣很轟動的這個AI NVIDIA的執行長黃仁欣 他來到台灣 造成了一陣的弦鋒 結果他在電腦展裡面 講了一個多小時的演講 隔天被他點到名字的公司 每個股票都漲點板收拾 這個力道真的是很強 他就講到說 台灣是AI的世界中心 這裏打下一個魂多好的基礎 那我們今天談到心存正念 逆境才能發揮潛能 等於說 MVIDIA的這個主經長黃仁欣先生 他可以一堂課講下去 一個演講講下去 數這些大公司的股票 包括他們MVIDIA公司的股票 全部都提升了很多 但是今天是他的成功 那我們要講他剛起步的時候 他17歲 他的女朋友就問他 你要做什麼 他17歲就跳級進入大學上課 女朋友大他兩歲 他30歲的時候 太太就問他 就是這個女朋友 你要做什麼 他說我要開公司 我要開公司 但那個過程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沒有低桶金 沒有低桶金 他17歲的時候 他到餐廳去 洗碗打工 他年紀小 所以出的工作都在做 掃廁手洗碗這個奇怪 都是他在做 他洗碗的時候他很用心 如何將這個效力和效能 把它產生出來 效力是快 效能是要清潔 整齊 就這樣 他就在想那個辦法 他說他是一個很優秀的 洗碗工 後來被他的主管發現 就把他請到這個前台來當服務員 這個前台的工作案後台是不一樣的 後台是動勞力 前台要動嘴巴親切 當然手動也都要 但是 要面對 和人講話 這是他的弱點 他屬於比較木納的 他是他的弱點 但他告訴自己 告訴自己 這是一個機會 勉強也要 進入這個情境裡面來 是 只有一個機會 告訴自己 就是你有立下人生的目標 有立下之後 這個過程 有機會 你就回去保 那個不是你喜歡的 或是你的長處 但是你回去保 好 所以為什麼說 心不可不息 息則一裡來積 就是 這個當下 吸懷弱骨 你有那個目標 你吸懷弱骨 像三骨一樣 可以容納很多東西 什麼事情來對應來說 都是好事 洗碗也是這種經驗 面對客戶講話也是這種經驗 所以說不是你的長處 他剛好感恩有這個機會 能磨練 他還做得非常好 這個主管也很欣賞他 也很欣賞他 這兩段他就談過 說你不要看到我今天的成就 然後 剛好 畢業之後 他就去當 矽谷的工程師 那時候三十歲 他想要創業 自己開工師 然後有兩個同事 三個人一起 那一起 那一起 人家以前 公司的創組都在車庫裡面 他連車庫都沒有 他就在他打工的那一家 聯手餐廳 三個人就叫一杯咖啡 三個人就三杯 三杯 這三杯是可以細杯的 一坐就四五個小時 聯手餐廳的主管已經看不下去 就是想要感人的你知道嗎 但是你想不到 Emedia的整個方向劫策 就在這個餐 聯手餐廳那個餐桌 那個餐桌真的是值得 值得去做一做 可能是有名人做過 在這裡成功的 這個過程都是很艱辛 很艱辛 所以立下目標 有遠大目標的人 他在半路上應該不會去計較 所以有人說 我們有開過諸位 有求得到的人 為什麼在整個的成長過程中 都會比較樂觀 因為我們的目標就是要達到 無極理天 將我們這個靈魂本族回歸本位 這個遠大目標 要達到那個目標 就是要有功有德 減少夠錯 那心存就已經正念 那然後相對的半路上 遇到什麼困境 你沒有感覺 你也不認識那是感覺 比如說 一樣都打工 為什麼掃廁所和洗碗 都是我在做 這樣做下來就很歐了 心情就不好了 那 因為我要達到這個目標 所以我要一桶低桶金 所以這個都是歷練 這是給我一個經驗 如何用最高的效力 產生最大的效能 好不好 這個就是態度嘛 你的態度 對了 你做的過程中 都是喜悅的 包括你的短處 木納 但是要進去做業務 服務的這個旗館 一定要和客戶對話 這個也都是在成長 所以不要設定 我們自己是什麼 不要小看自己 阿甘 阿甘正傳裡面那個阿甘男主角 他的IQ不高 聽說沒有到一百 七十幾而已 但你看他做什麼事情都成功 所以做什麼事情他成功 好像和頭腦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和態度堅持是有關係的 所以談到這裡 那MVD的這個執行長 他們就創業了 今天你看到 請看到了 他已經監視這 這個全美國第三大的公司了 租產是第三大的 那這個過程中有兩段都是輸敗的 他設計的方向錯誤 他剛起步的時候 他說他打電話給美國所有的工廠 沒有人理他 後來他就誰用信 給台積電的創辦人這個張宙墨先生 張宙墨先生打電話 給這個MVD的主人長 那個黃宙墨 當下非常的吵 非常的吵 他說大家 噓 噓 安靜 這個 張宙墨博士打電話給我 那個真的是會地震你知道嗎 結果張宙墨先生幫忙著他 幫忙著他 他第一次失敗的時候 那第二次失敗 第二次失敗 他幫日本一家公司設計一個遊戲軟體 他做到快要完成的時候發現 他設計的方向是錯誤的 所以他打電話給日本的客戶 跟他說我們這個設計的方向是錯誤的 錯誤的 這個不會成功 既然不會成功 就不要再做下去了 哇 這個客戶說真的很無奈 然後他要求他說 你也希望你 我也希望你照合約 五百萬美金 這個錢 你要照付給我 這個是很不簡單 你想不到 日本這個客戶 也付他這五百萬的美金 因為當時如果沒有付給他 MVD就倒了 真的是倒了沒辦法 他就很感人很感人 但是這五百萬美金的資本 在繼續朝著研究的路線 它研究的是屬於一種繪圖的軟體 比如說GPU 以前是CPU 在那種GPU 他這個就是他成功在這個GPU 他能感受 他可以感受到圖像 3D各方面 他可以把你感受得到 經過他的運算 可以提供給你更好的一個Copy這樣 也是因為這個大方向對 所以趙成山今天 就短短的幾天時間 就跑到世界 等於說 十大裡面的大公司 他到台灣來 到台灣來 到台灣來 都是出耶穌 我們耶穌的攤位 這個心不可不吸 他就是吸 一般人擁有三兆 擁有三點四兆財產的人 你看他可以在耶穌裡面 任何一個人和他合照 他都保持了笑容 他眼睛都瞪得很大 很大 這是一個賢風的一個世界級的人物 做專機到台灣來 到台灣來 他是你看他哥這樣 在電腦展裡面所講出來的話 都感謝那些賣他東西 幫忙他加工的 所有的這些廠家 他用一個地圖 用一個地圖裡面 一個台灣周邊 所有都和AI有關係的公司 學校 供應鏈 全部都圍繞在台灣這個地方 這個是可以說 對台灣會長的肯定 他也感恩 也感恩所有幫他忙的人 其實是他養他們 他下單給那些供應鏈 到底是誰要感謝誰 那這個就吸懷弱苦 已經那麼有錢那麼大的公司 下班給加工廠 他還感恩加工廠 感恩加工廠 召集了這些加工廠 這些供應鏈的總裁 董事長去逛夜市 吃這個小攤位這樣 這個時候不是吸懷弱苦 你的意 你的理 就不可能進到你的心靈深處 是 所以這個情意啊 有無限 價值有多大 他在演講的時候 他練到了那些名字 那個公書的名字 這個叫做一里相庭 一里相庭 一里相庭 隔天都藏庭板守屬 你說情意有多 價值有多深 就是這麼深 他演講完 明天漲起來 是一個英特爾 是 人家公書的總出產 他只漲一天而已 就超過他們公書的總出產了 這個真的是很特殊 這個也可以說 他是已經是屬於 在世佛 在世佛 在世佛佛菩薩的 寶食少年 所以他在演講的時候 他就說 我們人一定要認真 那第二點 就是要認錯 認錯 第三點就是要堅持 要堅持 你看他剛才 剛才他做日本的軟體設計 做錯了 他成分錯誤 他堅持 他還去繼續研究 他的這個 繪圖軟體 這個GPU 才有今天 可以用感受到的方式 是不一樣 立體 3D 3T的感受模式 這樣才有辦法 屬於GPU的動作 每一個角度 他都能動 可以動得到 所謂逸靈 你有吸來肉骨 你才有辦法感覺到 別人對你有恩 明明是你下單給對方 你又能感覺對你有恩 你看 那對方會不會為你賣命 這個相對很多公司 大家都趕快來搶 搶這些供應鏈 這個時代其實不一樣了 所以今天這段時間來 NVIDIA 實際上在台灣 可以說造成一順的這種賢洪 那我們今天又談到心存正戀 逆境才能發揮潛能 他真的是遇到逆境 那個潛能 真的是很強 因為他心存正戀 才有辦法是這樣 所以我們也希望藉著 時速的情境 來分享這些道理 它是可以相通的 它是可以相通的 舉這個時價的例子 反而更能可以感受 有人 舉個工作給人做 就好像到了不得了 你看 連那個路邊賣水果的 賣水果 他也在 在那個台上 演講場裡面六千多人 那世界就不用再說多少人 大家講哪一個菜市場 哪一個賣水果攤的 很好很好吃 替他廣告 替他廣告 真的很不得了 等於說 他可以 走上雲端的一個 層級的人 他也可以 下環道 這個民間的浑浑眾生裡面 這個就是道 道 大道 無邊 小道 小的螞蟻 任何一個小的東西 裡面都有道 就是走出那個道出來 道理出來 左右道理出來 所以心不可不屬 屬者物欲 不入 我們心要踏屬 人生是要追求什麼 當人有那麼多的錢 那個就已經不是在賺錢不賺錢了 他的方向是為人類 創造更厲害的東西 但是我們在講道理 我們在聽這個桌桌打開心的手術 我們在講這個心念的力量 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如果你一直追求你的物欲 追求你的物欲 那是永遠沒辦法滿足的 不可能滿足 一個物欲的東西 你出多了 你用多了 你也沒感覺它是很珍貴 你沒有感覺 感覺也沒有用 就像你看 Embidia的族行長 黃崇星先生 他就很簡單 他就穿了一件 黑色的那個叫什麼 皮夾克 皮夾克 不 先穿裡面是黑色的 T恤 T恤 然後黑色的夾克 T恤都是短袖的 那夾克那是很熱的 他就是他的商標 好奇怪 以前賈博士爾都是穿黑色的 也都穿黑色 不管怎樣 最起碼他 不要為了打扮他 再會省 很簡單 就像你看到 後鞋穿的衣服 就是這樣 就是這兩個顏色 你再看到我就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我去游泳 我就穿這個小藍 然後我們就有件小藍的 就這個 這個T恤的衣服 小藍 正式的衣服 就是穿一個襯衫 白色襯衫 也是黑色的西裝 不要為穿著會神 好 然後頭髮就你這樣短短的 這叫平常美 你留長頭髮 整理 就非常的美 但非常美的頭髮 要用非常的時間 和非常的精神 去整理那個非常美的頭髮 才能成為非常美 但是什麼時候 如果你不小心 就非常的醜 被散掉了 但是我們這個平常美 手摸一摸 還是保持平常 因為平常不簡單 要保持平常不簡單 所以說 心不可不熟 現在我們熟了 我們這個物欲 就不會為了這個物欲 來遷就我們 我今天就可以說幾乎講 黃仁興專輯 你看他也是 沒有被物欲守千年 是 那個有錢的人 一般跑到那個 夜宿裡面去 這個是很不簡單的 那個心就吸 心的吸 其實他是 在展現愛台灣 愛故鄉 愛自己的地方的一種 用意 他沒走過了 也因為這樣 無形中 要給我們這些 平民百姓的感覺 那種希望 也可以調述大家的 那種孫心 那種孫心 那感覺是不一樣的 他的用意就是這樣 因為從他的演講 他就出自於感恩的心 出自於感恩的心 所以這次我們說 叫你心 一定要心息 一禮才能來積 不可不贖 因為沒有贖在 你的物欲會侵占你 所以你到底是在綁什麼 你一生中是在綁什麼 不知道 就非常的可惜了 你看這個專輯節到 大家都趕快去綁種樹 送給那些比較沒有 環境比較不好的 環境比較不好 是獨居老人 我們能做到多少 我們算多少 但是你有做當下 就是那個菩提心花端了 這很舒在 這都很舒在 你一個一直在付出的人 付出人 你表示有的人說 我都付出 根本我就沒辦法 沒辦法 上帝不會虧待任何一個付出的人 你永遠的福報 上天會加倍奉送給你 這是後節這四十幾年來 對人生整個成長的感覺 感應 這個都有顯化在我們的身上 你是可以朝著這個方向來走的 然後再重點 不要動氣 有人很喜歡動氣 你這個動氣 對你的身體損傷 非常嚴重 你的武藏一定會受傷 第二 你周邊的人在你動氣 你周邊的人的生活 這生活在這種恐懼之中 對你家的老小 他們就生活在一個很危險的環境 你沒有感覺怎樣 你沒有動氣的 但是他們都時時刻刻 非常緊張 戰戰兢兢的 所以你是個危險的暴躁 什麼所謂暴躁 人是不知道的 對自己的這個動氣一定要克制 那這個克制我認為說 我們修道不是在修克制的方法 因為忍耐是一種痛苦 忍耐是一種痛苦 就是我們不行 我們趕快轉煉 轉煉 轉煉 希望你看到的那一邊 所以我們昨天在處理蘇巴達的開會 那總經理有感覺 局長對他有誤賊 他誤賊 他說他講的一些話是什麼的 氣話 但你想不到那一眼一黃 就跟他說 什麼叫善後 什麼叫善後 善不是那後面的後而已 善要混厚 混厚 不管怎樣 你都要看到對方的好處 只要你看到不好的好處 第一個 你就損傷了 第二個 你覺得對方沒有聽到 但那個廚長會打過去 廚長會打過去 他對你的環境就會不好 所以他問議員說 我打電話給副市長可以嗎 他說可以啊 但是你要善後 我在讀兩句說 你要講市政府裡面的各次局長 都非常的幫忙你 非常感謝副市長 你講這樣下去 那些局長都沒有聽到 但是他們的腦波裡面都有收到 以後才有辦法改善那個環境 所以千千萬萬不能動氣 你一動氣 你的肝臟一定會受損 你的心臟也會受損 包括你的腦波也會受損 第二點 這個環境又充滿了烏煙瘴氣 在這個環境裡面 多數我們的家人 都是我們的親朋好友 都是我們的同事 這樣 就是你一個人 散播出去的負能量 影響太多人了 那個真的是 不管怎樣你想盡所有辦 要一刀兩刀切斷自己的氣 切斷自己的氣 如果這些你都沒辦法控制 你做什麼事情到最後 都一定會被你的動氣 把你手的成就一切都燒掉 所以才有一句話叫 火燒共得靈 那個當下那個總經理非常的慚愧 非常的慚愧 然後說 哎呀 真的慚愧 我懂了 我懂了 對 所以 你用了我們的地 我們說這個聖地不能出婚的東西 你都堅持了 就表示你的 人出出性還本善的 還是好的 你都能這麼堅持很不簡單 但是為什麼要 感覺對方 對你不好 你要不是他 你不知道他的立場是什麼 你怎麼可以隨便去決定 尤其是我們人很容易站在自我的觀點去看事情 這些人為什麼要動氣 就是你一直 自我的中心雖然太強了 你沒辦法包容整個周邊 這很重要的 這很重要 我們可以看到太多認真的人 有能力的人 有助養的人 他到最後為什麼 雙手空空 都是他的動氣 這個火燒功德靈 你帶貨血 你帶家庭 你到家裡 小朋友就趕快跑去躲起來 那個都可以去感受到的 動氣的後果 動氣的後果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修 就要修到心平 怎樣 氣 氣要合啊 心平氣合啊 這個才在修啊 你一動氣下去 你的認真都白皺了 你帶貨血到最後也被你的氣跑掉了 你的小孩子 現在是沒辦法離開而已啊 當他有一點能力 他一定會離開你 因為他不想看到 你這種隨時要爆炸的這種個性 他是有苦難臉 相對也會影響到他以後 在社會上 以後在社會上 他會萎縮 他不敢展現 不敢展現 你看我那個小孫子游泳 他游到超過10趟 我說一定鼓掌 鼓掌說 也有游好的10趟了 我說沒有 你還要擦兩趟 他很聽話 結果跑下來又沖兩趟 他沖一趟 我就游過去那邊 我不要比這樣 隔壁那些奶奶說 這小孩子怎麼這麼乖啊 這麼孝順啊 怎麼這麼乖 你是怎麼教出來 我說是誇獎出來的 誇獎出來的 你看爺爺上去 有沒有餅乾 有 爺爺要準備餅乾 什麼都把它準備好 這樣 這個一個家庭的和樂術 靠著我們的那種和眼夜色 和眼夜色 包括我們對我們的 護鋼八書的這些師父 書機 我邀請他們一定要做兩件事 金主義有九 有九書裡面有兩書 一書叫色師溫 一書叫冒書公 色師溫啊 就是你要和眼夜色去服務這些 因為這些人沒有少年 因為他生病啊 他要喜事 他要什麼 他沒有笑臉啊 冒書公 你也不能看不起他們 要很恭敬地服務他們 很恭敬地服務他們 你才有諸葛這 富康巴蜀的那種事物 的事機 甚至要提醒他們 我要彎左道 要彎右道 要這樣 就是不動氣 才可以達到聖賢的領域 這是非常的重要 我們達到聖賢的領域 不動氣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要吸懷弱骨 第三一定要腳踏實地 這樣就義理可以來積 物欲就不會侵入 然而你才可以 在修半道的過程中 成長力量 你才有明天啊 也才有希望 不然手燒功德點 全部都是變成無有 你的人生人家都 感覺你像顆炸彈 什麼時候要爆炸不知道 算一個危險的 這樣就非常可惜了 這人生就要 陷入了黑暗 就要沒辦法去 完成你 要完成這個署名 所以我們今天記得 心存正念 逆境才能發揮潛能 來和大家互相分享 謝謝 表示一個敬意 掌聲熱烈 再來 謝謝 感謝大德樞紐慈悲 3 大家請坐 非常感謝大德樞紐慈悲 今天為我們慈悲勉勵 所以這個當你 有一點成就的時候 你用感恩的心 甚至你借力 你有這個力 你要帶動給更多的力量的時候 的那種 周遭會有更多的回饋正面的進來 當然後面大德樞紐慈悲 也是提醒我們要不要信邪言 信了邪言你會少正氣 自身心魔會壞根基 這一些流言蜚語 或者是起心動念的一點點 其實真的是沒有什麼 但是你不要被煽動帶動到 一句話出來 你如果每件都把它成為正向的看待 聽或者每一件人事死地物都是一樣 不動這一個氣 讓我們心平氣和的面對 那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 再回到現場 謝謝大家